醫生來了 醫生, 丁先生怎麼樣? 沒甚麼事, 不過要休息一段時間 我能進去嗎? 對了, 我們能進去嗎? 好 李哥 丁 醫生說你休息一下就好 公司沒甚麼事吧? 這個月… 我們想這個月的董事會要改期 不好 董事會照常開 我病了, 公司照樣做生意嗎? 相關 我看你暫時帶我管理一切 你們沒意見嗎? 丁先生, 我… 別說那麼多了 你們出去吧, 我很累 我們先走了, 丁先生 我們先走了 走 相關哥 立刻 丁先生 你也來了 走 秋霞, 坐 是秋霞買來送給你的 謝謝你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我沒有? 你去死吧 我先走了 乾杯 你快要去死吧 你快要去死吧 我快要去死吧 你快要去死吧 我快要去死吧 我快要去死吧 不得了嗎? 陳先生 甚麼事, 陳先生 剛才開會決定的幾件事有些問題 人事調動根本就行不通 我真未行得通, 而且已經決定了 這不過是你的決定 你這麼說甚麼意思 我只是提出我的意見 感謝你的寶貴意見 拿著雞毛擋硬件 說過你不行了, 你看看你 真是 把我腳滑了一下, 沒事 陳哥 不要硬頂了, 算了… 你沒事吧 沒事, 我沒事啊 剛才我去公司找你 才知道翔桂哥調你到這兒來了 為什麼叫你幹這樣的工作呢 翔桂哥說 這兒的人手不夠啊 我說他是公報私仇 我說你別幹這件事了 對了, 明天我休息啊 你想上哪兒啊 去打網球啊 怎麼樣啊 好, 順便叫上立哥 讓他散散心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快要看這個 棉先生, 該吃藥了 李哥 怎么不打了 暂停了 你真是没用 不打了 怎么今天你手软脚软呢 他当然手软脚软了 他昨天 昨天你干什么了 没事没事 我们出去打球吧 有气无力的, 谁想跟你打 我来跟你打 我没事 丁先生… 你们继续坐吧 丁先生, 你不是说休息一阵再回来吗 你进去帮我叫岑律师 由私里进来见我 我如果在这里 都没有 我抢好 我不有 我抢好 我愿意 我来说 我来说 怎麼人事上的調動會這麼調呢 我們無權過問 陳先生他… 陳先生現在根本不把我們放在眼裡 甚麼東西他都是弄好了之後 才通知我們的 是啊, 我們提醒他 他又不聽 丁先生, 我們完全是照實向你報告的 我知道了 對了, 小翔這頓子怎麼樣了 他… 他是不是調去幹重活了 丁先生, 你怎麼知道了 從今天起, 我決定取消病假 今後人事上的一切調動 要經我同意 阿力 媽 吃飯了 小翔呢 談戀愛去了 好 不過這兩塊燒鵝腿呢 是他特地買回來孝敬我的 是嗎 有些事情想起來真的有意思 你要是把小翔當弟弟呢 又嫌他小 要是把他當成兒子 又太大了 把他當甚麼都好 好, 總之大家自己人 這就行了 既然你把阿強當成自己人 那…他和邱霞的事… 媽, 這個我心裡有數 還有啊 阿強也來這麼久了 怎麼你還不給他找點事情做 這一點我承認我疏忽 不過以後不會了 那你以後想把甚麼交給他管理 李哥 阿強 這麼早就談戀愛回來了 坐 吃飯 對了, 小翔 以後你不用再跟著翔跪了 我想叫你上中華商業儲蓄銀行 跟李董事長學一學 這個賬做得很好, 很不錯 董事長… 鄧經理 你來這兒有一個月了 對環境熟悉了沒有 沒甚麼, 習慣了 這就最好了, 請隨便 鄧經理, 請到我這兒來 請坐 你覺得文國強這個人怎麼樣 我真想不到他, 很懂得做事 我還以為這種世家子弟只懂得花錢 他並不是世家子弟 對了, 董事長, 我想請兩天假 那這些賬怎麼辦 交給陳先生就行了 陳先生?這個人我不是很信任他 交給文國強怎麼樣 但是他來了沒多久 但是他是丁立的市職 如果丁先生知道我們這麼重用他 一定會很高興的 這樣也好, 能夠讓丁先生高興 對我們也有好處 是啊 那我就把這個賬交給他了 好的 董事長, 這是保險櫃的鑰匙 請坐,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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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我從沒見過這麼好的年輕人 李董事長, 你太誇獎他了 其實這個小伙子還有很多事要學 而且他的膽子又太小了 在銀行做事, 膽小沒關係 最重要的是心細 他管理的賬目井井有條 從來沒出過差錯 是嗎? 馬先生, 你這筆賬好像錯了 文先生, 對不起 不要緊, 我幫你改 謝謝 走, 我來拿錢 請到旁邊窗口 我打劫 不要動 親手, 站起來, 全都出去 出去, 站過去 別動啊, 抗牆去 出來 出來啊, 站過去, 不要動 不要動 不要動啊 開保險櫃 快來開保險櫃 沒鑰匙啊 沒鑰匙, 一槍打死你 沒有鑰匙啊 沒有鑰匙啊 你的頭就像那個破玻璃一樣 現在我數十聲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不要動 別走 全過去 所以我現在什麼都交給他保管 連保險櫃的鑰匙也交給他保管 李先生, 你的電話 試陪一會兒 請別 喂, 是我 什麼, 有這種事 是 好 丁院長, 我們的銀行被人打結了 連保險櫃也打開了 相櫃 這是你的 這是你的 這是不一樣 這是我的 好, 來… 開門… 快點 快點 別動 你們這無名小卒居然敢打結 你 李董事長, 麻煩你點一點 謝謝 李哥, 我把那幾個賊打的 連醫藥費都省了 全齊了 丁院長, 這次真謝謝你 不用客氣 我也告辭了 喬營, 送李董事長 是, 兩位請 再見 再見 請 李哥, 真對不起 傻瓜 這沒有你的事 不過出過這樣的事 我看以後你還是會來當我的助手 對了, 祥鬼 你管你的賬目 以後交給小強 那你就不會那麼累了 小強, 累不累? 你給我出來 我有話要跟你說 這陣子有沒有和秋霞在一塊兒 下一次什麼時候能見到他 我約了他今天晚上見 你去不去? 傻瓜 有誰談戀愛 喜歡第三者在場 我們不介意 對 對了, 小強 我希望你先和秋霞訂婚 你的意思呢? 訂婚 你今天晚上去接他 然後和他一起上百樂門 我會包起全廳 你和他兩個在燭光下吃飯 然後下午吃跳舞 接著就向他求婚 記住啊, 求婚就像打仗一樣 要一鼓作氣 不然的話就會一敗塗地 一開口就單刀直入 千萬不要說那些 今天天氣很好啊 或者其他東西, 知道嗎? 嗯 誰來了? 我去看看 秋霞 送給你的 送給我 無緣無工幹嘛送花給我 向我求婚啊 進來坐 阿強, 隨便坐吧 謝謝伯母 媽, 郭強她說這花送給你的 這麼大的孩子 沒個正經 阿強, 今天晚上不要上街了 我叫佣人熬了點湯 就在這兒吃飯吧 利哥, 這個帳目我交給你 利哥 來吧 喂, 是白老門嗎? 我是丁利 聞先生和郭小姐來了沒有 甚麼?還沒來嗎? 謝謝你 吃筷子 來 你今晚是怎麼了? 一直都不說話 是啊, 這些菜是不是不合口味啊 不是 不是, 那你就說話呀 不是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太太電話 哦 你們慢慢吃啊 阿強啊, 你慢慢吃 我有點事要出去一下 你今晚到底是怎麼了? 你今晚到底是怎麼了? 我說你媽媽呀, 這麼晚才走 不然的話 不然怎麼樣? 我本來想約你上百老門的 那可以以後再去的嗎? 秋夏 我有事想跟你说 说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天气真好 你就是想跟我说这些 和你说的多余的 我要睡觉了 秋夏 那我 我…我走了 明天我再约你上百楼门吧 小强 李哥 走 我还没跟他说 我已经替你和秋夏的母亲说好了 小强 李哥非常看重小强 简直把他看成儿子 还张了给他娶老婆 如果他聪明一些 我真担心连你的位子都抢去 我们以前干的事情 李哥全交给他干了 你和你和他选择 使用 twice 我可以说 语言我可以不管 但是事业 她这辈子也别想超过我 好 明天下午1點一定要取貨 我一定行的 好, 那我只有今天晚上家夜班 替你趕出來 再見, 丁先生 利哥 過去走 臨經理, 我是丁公官的 我們訂了個酒席 我想加多二十多 是… 相貴, 你幫我看看 名單上有沒有漏點的 我喝醉過兩次, 沒有漏 沒錯了, 二月初二這天最好 丁先生, 那個酒席我都給你訂好了 還有, 一天明經紀團 答應了到時候來表演祝信 好, 這真不錯 對了, 乔應 你幫我準備兩千塊錢 道貨的人一律封五塊錢紅包 好, 我照辦 大槍鬼, 其他的事你幫我打點好了 你一定要像個樣子, 知道嗎 嗯 你那今年訂婚, 明年就要結婚了 大姑娘了, 知道嗎 知道了, 義媽 秋翔, 恭喜你, 你快要結婚了 那這次就是你們重返上海 第一次辦喜事 一定要辦得像個樣子才行, 知道嗎 當然了 你還在幹甚麼 我看看今天晚上請的親戚朋友 有沒有漏 不用了, 我已經算好了 不對呀, 爸爸 你漏掉了哥哥 你說甚麼, 你說郭震昌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我這次回到上海來 誰也不要再提郭震昌這個名字 算了, 算了 現在是辦喜事, 高興事 你這麼生氣幹甚麼 算了, 算了 謝謝郭震昌 媽, 出去跟親戚們看精細 小強, 去招待婚兒 黃司令 快, 請坐 這戲好看嗎 很好看 各位, 隨便玩 好, 請玩 阿強, 新娘子怎麼還不來 好, 這就來了 怎麼樣, 你們誰贏 牛死裡贏定了 那就要下點功夫 各位 各位, 請到那邊看精細 好… 李董事長來了 請 李董事長 李董事長, 謝謝你上臉 拿來… 請簽個名 好… 李董事長, 請到那邊欣賞一下 好… 李哥, 幾點了 李董事, 招呼不周 請隨便 拿來… 吃誰 李哥 李哥, 時間不早了 是 李哥 小強, 恭喜你 謝謝, 翔桂哥 秋夏特別喜歡你 好好的照顧他 吳, 請… 請… 吳, 請簽個名 好… 恭喜… 恭喜… 請簽個名 吳局長, 請簽個名 好… 請… 小強, 快點叫吳市長 吳市長 你好… 謝謝 你好… 吳局長 你好… 兩位, 請到那邊去看精細吧 好… 請 老爺, 太太, 小姐, 照一張相馬 好 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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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跑 你們幹什麼 別動, 別動, 別動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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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 你别让你来 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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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詠勇 各位, 請各位入席吧 好… 請… 利哥, 不如打個電話吧 不會, 還沒出門 有甚麼麻煩嗎? 沒事, 吳市長 請入席吧 好 秋…秋霞, 被人綁架了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先把師傅進去吧 放進來吧 慢點, 你小心 利哥, 我看這幫匪徒 計劃得很周到 相關, 這件事不能讓報紙捅出去 我知道 丁先生, 這件事我已經下令… 吳市長, 這件事加勢 我不願外人插手 還沒接到綁匪的要求 我已經知會了黑白兩道的兄弟了 無論有甚麼辦法, 也要把郭小姐找回來 喂? 是 麻煩你 怎麼樣?翔貴哥 麻煩你 外長大叔已經查過了 這件事和所有幫匪無關 這是怎麼搞的? 如果他們都沒幹 還有誰這麼大膽呢? 我看我們再查一查 我知道了 阿霍, 阿霞 你好 你們兩個去幫匪徒 好的, 丁先生 好… 喂? 聽著, 我只說這一次 郭小姐現在在我們手上 我相信她怎麼也值一萬塊 全部都要救鈔票 靖安路二十七號門口那個電線杆那 記住, 只許文國搶一個人來 唯… 只許小強一個人去 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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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我們埋伏在那裡 弟哥, 我覺得這件事有點古怪 綁匪又不是一貫刑結的 最特別的是他們有錢都不要 會不會是迪文智幹的呢? 難道有人和阿強有仇? 不管怎麼樣, 總之要邱霞回來 我出一千塊通融 如果邱霞平安無事 我不追究任何人 慧哥 慧哥, 查不著, 沒什麼消息 真笨蛋 怎麼回事?看什麼? 查得怎麼樣? 沒有 這麼久你還查不斷? 找郭小姐這麼多天 早就沒好好睡一覺 我看郭小姐九成已經死了 這麼多天我看沒什麼希望了吧 快點兒 小兒, 拖錢嗎? 追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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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兒 還跑? 錢包 這都還給你了 點一點 去廣州的車票 喂 文國強, 你聽著 如果你想郭秋霞安全的話 只要你明天立刻離開上海 我就會在火車站把郭秋霞交還給你 你記住, 不許跟任何人說不然的話 喂… 進來 小強, 這麼晚還不睡 還在想秋霞 立刻, 我有件事想跟你說 坐 我想回鄉下 為甚麼 秋霞也不知甚麼時候找得到 我答應過媽 訂完婚之後, 我會回鄉下看她 那你現在… 媽想見我 你可以寫信回去嗎 我想親自回去看看她 而且秋霞也不在這兒 我也不想繼續在上海 散散心也好 對了, 你的行李收拾好嗎 收拾好了 如果秋霞有甚麼消息 我馬上通知你 放心吧, 她沒事了 回去睡吧 李哥 甚麼事 你要是有機會到廣東來 記得來看我 嗯 廣東 哪兒 你這兒 走 翔桂哥 别那么大声 秋霞呢 那么心急干什么 秋霞 你没事吧 别那么亲热好不好 上车吧 你记不记得答应我什么 乖乖地回乡下腌煤菜 以后再帮我来上海 走吧 走 终于送走个瘟神 你 走 可以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